一年一度的台北国际书展 即将于明天在台北世贸E3馆举行 明镜电视驻台北记者刘欣 也特别参加今天的展前记者会 为观众带来第一首消息 今年的台北书展以独立时代为主题 邀请以色列作为主题国 并规划多个精彩展馆 让读者在寒冷的二月天 也能沉浸在书香气息中 首先让我们先来看看 今年的书展主题国以色列 今年适逢以色列建国70周年 主题馆以时光隧道为概念 以西伯来文大型圣经作为视觉主宗 从圣经时代与犹太文化作为出发点 展现以色列的风味料理 电影艺术 设计时尚 科学新知 意志游戏 以及独创教育等 展馆内还有新创科技虚拟实境体验 届时民众不但能以混合实境的VR 来体验以色列的风光 也可以尝心当前热门被称作以色列麻将的拉米桌游 除了富含浓浓浓 除了富含浓浓一国风情的以色列馆之外 今年的台北书展还有包括数位出版 青年创意出版 童话绘本主题馆等不同主题的展馆 另外这一次的台北书展也邀请到许多国际作家云集 像是大家耳熟能详的日本重量级女作家吉本巴娜娜 也将带着她的新书《夜间马戏团》来台发表 另外还有法国文坛新锐作家斯利玛尼 跟古籍研究社系列文明的米泽岁信 以及韩国旅游作家太元俊带着60岁老妈一起写出百万人气的旅游经 带着妈妈去旅行2也将在台湾首发 明镜电视也将随时锁定2018台北书展的最新活动资讯 为各位观众直播第一手的活动内容 我们从2017年也是去年开始做了很多新的尝试 首先我要代表文化部感谢我们台北书展长期的伙伴 台北书展基金会的努力 以及这一次因为在台北市 还有新北市以及基隆共享胜举 让城市在阅读这个活动能够扩大执行 也就是说台北书展举办的期间 阅读的风气也能够在展场以外的城市 我们周围的城市的角落 让众感受到阅读的气氛跟乐趣 另一方面还要感谢经济部国际贸易局 以及外贸协会的协助 协助我们能够降低出展期间的展位租金 来减轻回会参展出版社的压力 另一方面也能够今年在国际出展 选择了独立时代这样子的主题 并且邀请到我们以色列来担任主兵国 那我们知道以色列是由这个西国来文明 到犹太的文化有非常丰富的文化的层理 而且以色列在进行当代的以色列 展现了这个高科技产业 还有新创事业上面的动能 以及爆发力相当受到国际的瞳目 我相信这一次呢 担任我们这个台北国技术展的土宾国 让所有的台湾民众有机会 能够认识这个既传统 又先进的国度的魅力 另一方面 在各式各样的主题的这个主题上面呢 舞台已经了由这个台北跟法国合作 能够引进去年在法兰克斯书展上面 担任主题国的这个法国 他们提出了机械阅读数位 阅读的这样的一个主题 然后能够呈现最新的法国的阅读趋势 跟图像阅读的这个世界的潮流 我相信能够带给许多读者 一个全新的阅读体验 也相当的值得我们期待 首先其实我们延续空间的规划 增加了大量的像主题广场 沙龙休息区 我们今年如果大家有注意 我们地毯的元寿都做了一些变化 希望营造一个阅读家庭华会的感觉 在国际化的部分 今年我们除了有最主要的贵宾 主题国以色列之外 刚刚给这场提到的法国 是把他在2017年法拉克福书展 主题国法国的一个数位的产品 搬进了台北给大家来看 同时在欧洲馆的部分 在国际区书区的部分 欧盟帮我们做了一个希腊广场 你可以看到一个希腊神殿 一个讲台的造型 有六个神殿造型的书架 我想今年的国际特色 其实是特别的凸显 另外在数位的这个部分 除了刚刚画博馆之外 我们的漫笔虚实 我们的数位馆 今年很多漫画的出版社回笼了 回到台北国际书展 所以今年其实在青春 我们特别做了一个很大的青春舞台 在这个部分相信 都可以给大家很好的体验 我要特别推荐我们今年的统书馆 山馆的统书馆 你一走进去 大概就一个30公尺的童话隧道 你可以经过一个彩色地毯的 十字路口 彩虹的大道 你可以看到右手边 我们把在意大利波隆纳书展里头的台湾馆 台湾会本美书馆 搬回到台北 给广受世人好评的台湾馆 给大家来看 有二十几个插画家 两百多件左右的作品会在这里展示 同时有十二个插画家 包括吉米 会来现场跟大家来做分享 我们可以走到我们统书馆的左手边 有中小学的优良读物 其实如果爸妈对选书有困难 其实那里都把专家都帮你挑好了 走到这里面有一个找一找乐园 是一个阅读 儿童阅读的一个互动的乐园 你可以拿一个红色的绿巾进去里面 会森林里跟着动物一起寻找 搬成一个书的柯南 同时我们有不断店的故事屋 有DIY区 有日本的灰本的复制展 我们有文学的儿童的沙龙 我们在儿童馆的休息区 特别请大家去看一看 我相信那里很容易客满 因为那是一个帐篷休息区 在台北国际书展不只是有所有精彩的好书 同时我们希望打造一个阅读嘉年华会 以目前出展的传判方所统计的演讲的场势 已经超过500场 那加上各出版社自主在台会上举办的活动 我估计会有超过6天 会有超过1000场的演讲的活动 在现场举行 尽管天气在这门 我们从明天开始 明天下午3点就可以开放大中民众进场 每一天到8点 礼拜五跟礼拜六开放到10点钟 明天就有曹新城董事长的演讲 后天有马卫星董事长的演讲 大后天有戴森棠董事长的演讲 其实每一天都有精彩的大作家 大企业家跟我们一起来分享 阅读的乐趣 希望这一个独立时代这样的主题 让大家在过年前把书当成你最佳的年底 然后把一本书过一个好的年 然后为我们新的一年 找到一个驻发的前进的力量 再一次谢谢文化部地址长 再次谢谢以色列主兵国 也谢谢各位国内外出版商的支持 再一次要拜托各位国内外媒体的朋友 大力宣导 希望台北国籍书展在大家的支持下 可以用一个很好的开始 又一个很好的收获 谢谢大家 谢谢